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惠里香在街上随意偷拍了一张小帅哥的照片 并在闺蜜的面前拿出图片 撒谎说自己新交了个男朋友 但没有想到这个小帅哥竟然是同校的校草公也 这个世界也太小了吧 不对 是这个日本也太小了吧 惠里香也很无奈 只能请求公也假装成自己的男朋友 公也虽然长得帅 但内心也是很腹黑的 当男朋友可以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让惠里香当做自己的狗 Excuse me 不应该是狼吗 偏名狼少女是怎么回事 这应该是狗少女才对呀 这男生的口味也真够奇特的 为了袁皇 惠里香只能答应 并当着他的面学起了狗叫 看来这两人还真是投缘呢 随后两人正式开始了假扮情侣 公也是个很强势的男生 一下雨就让惠里香给自己撑伞 惠里香的手机也被公也管控 而且还不准他和其他男生讲话 我很怀疑惠里香真的很享受这一切吗 交往过程中 公也的死对头也出现了 他以为惠里香真的就是公也的女朋友 死对头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抢 连女朋友也要抢 在偶像剧的狗血套路中 男儿要和男主争夺女主 只有被教训的份 这样女主就会更死心塌地地跟着男主 果不其然 公也凭借着主角光环 把死对头一顿暴打 惠里香那个心情激动啊 他不会是真的喜欢上我了吧 好像是真的耶 两人也是很奇葩 时不时地拍一些亲密照片 估计是要发朋友圈吧 一天 公也生病了 惠里香就来照顾公也 照顾着照顾着 惠里香觉得公也还蛮不错的 如果真的是自己的男朋友 那一定会很幸福 果然 惠里香爱上了公也 第二天 惠里香就向公也告白 说我好像真的喜欢你了耶 不如我们假戏真做吧 可校草也有校草的尊严 于是就拒绝了 还说我们只是玩玩而已 你可是我的狗啊 怎么能把狗当女朋友呢 这违反了之前的约定 而且女朋友有什么好 还要哄 惠里香听完后很是失落 在接下来吃饭的时候 惠里香又问了公也 你到底把我当做什么了 Excuse me 不是当做狗吗 为什么还要问呢 但公也也站起来说 谁会把不喜欢的人 留在自己的身边呢 校草果然很会撩妹啊 惠里香顿时心花怒放 正准备接受公也的告白时 这是公也也说了 我是骗你的啊傻瓜 果然 惠里香还是承受不了打击 拿起桌面上的水泼向公也 说我陪你玩了这么久 你竟然真的把我当做狗 你竟然不爱我 什么情况这是 不是你自己同意当人家狗的吗 现在又拿水泼人家 惠里香也不想撒谎了 直接向闺蜜坦白了实情 一下子 所有的闺蜜都疏远了她 小编是不太了解 闺蜜这个神奇的群体的 男朋友有这么重要吗 惠里香很失落 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走着 公也此时也发现 自己似乎也爱上了惠里香 于是就在大街上边跑边找 然后就很神奇地找到了惠里香 果然日本还是很小啊 接着 宫里就拿出了一条狗链 哦 错了 是一条项链 给惠里香戴上 并且说出了我喜欢你 惠里香那个开心啊 自己终于有男朋友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所以啊 如果有女孩找你帮忙 你就提出条件 让她当你的狗 然后她就会爱上你了 但前提是你长得够帅 又要有男主的魅力 不然就没有效果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